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下注明镜与点栏目 你敢说我乖 买了一大包 几块钱 不过这个泡开很多了 因为那位医生说 叫我买这个木耳 买这个大的 不要买那个云耳 要这个大的木耳才有那个功效 现在我先拿 拿一点出来泡 你没看这一点点 等于是要泡出来 得了一盆了 先用这些温水 给它泡一下 看一下 得了一盆了 给它清理一下 清洗好了 再要放到里面 给它煮一小会 再次给它煮熟 全部都给它煮开 再给它捞上来 我家的鸭子在那边叫了 饿了吗 煮熟了没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准备啦 准备啦 哈哈 来 现在就给它切碎 切小块小块的 全部给它切碎了 如果你们家里面有嚼肉鸡 也可以放来嚼 我还是喜欢这样吃的 方便 方便 来 再加一点盐 加一点盐 就是为了给它更好的保存 然后给它搅拌 然后给它搅拌 拌好了就给它灌进来 今天做了这个步骤 我都是按医生说的 这个步骤来做 哇 太标准了 刚刚好一罐了 这罐料可以放到冰箱 吃饭的时候 拿一到两勺出来 吃就可以了 然后我现在先开饭 我也尝试一下 现在正先放一点 撒这个饭就别来 大概就一瓶 要在一个星期之内吃完它 然后再重新做一瓶 一天三餐都可以这样吃 最少一天吃一餐 木耳 这样的话 肺就可以 把里面的这个粘物 炸物都可以清理 还有 我们的水管里面 就是炸鸡都可以清理 那些小孩子经常咳嗽 这样吃一剂上说 半个月都有效果了 所以现在我来试一下 每一餐里面 两到三勺就可以了 不用吃太多 那我们 切大一下效果 你们在家里面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 放心吧 用我已经来训练过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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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